巴拉拉巴巴巴 欸 跟我們解答一下 雪友哥從來沒有這個造型過啊 是的 但是雪友哥有很多好朋友 對 對 雪友哥的人際關係非常好 那我們接下來 馬上就來看這一段的表演 此次與楊師達合作演出的 便是知名的末劇演員 斑馬興神 專研末劇多年的他 更是成參與雞排英雄等多部戲劇 及MV的演出喔 會不會忽然的出現 今天他們將聯手演出 陳奕迅的好久不見 對於連續集中 表現不勝理想的楊師達而言 這樣嶄新的搭配合作 不曉得能為他激發出 什麼樣的火花呢 這部劍 張雪友 不要 Jacky 凱莉再現表演高潮 竟讓崔宇蓉動得真心 我不要變到的 因為這樣子超帥的 有一種身體無息的感覺 我跟講得再小一點喔 好不好 他又對不見 張雪友 我是Jacky 張雪友 我之前看到一個好朋友 Eason的一首歌 好久不見的MV 是墨具 很美 我也想試試看 我也想試試看 他想著 美過的日子 你是怎樣的孤獨 拿著你給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條街 只是沒了你的畫面 我們回不到那天 我多麼想和你見一面 看看 看看你最近 改變 改變 不再去說從前 只是感謝 愛你說一句 愛你說一句 只是說一句 好久不見 好 好 我們一般的吃面墨具的入門的話 一般就會認為是推玻璃啊 對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 那個我也會 你再一次 有像嗎 很可愛喔 謝謝 那另外還有沒有什麼 難度最高的動作 是可以單獨的教一下 我們觀眾朋友 自己在家裡健身跟玩呢 那就是拉伸是嗎 那拉繩子的最高難度的動作 幫我們演示一下 好 好 沒問題 來 好厲害喔 原來是要這樣轉啊 跟真的一樣 但因為要穿裙子不方便啦 對 其實我是想要讓他轉快一點 不要這樣 好,不要開玩笑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已經看完這個盛大盤 到底評審覺得怎麼樣 我們還沒問 是 好不好,嘉欣姐 其實墨具對我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肢體上非常高難度的一個表達 整段說實在我還沒有很了解你們在表演的內容是要傳達什麼 是 所以可能在 我只能說肢體表演得非常好 可是內容我還感受不到 好的,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分數的反應 我們再來細問下去 好,升達今天的分數是 3 5 7 10 13 15 17 18 20分 有點偏低耶 20分是 升達得過分數算滿低的 對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怡蓉 沒有,其實跟嘉欣講的就是有點不太了解 就是表演的內容是什麼 是同性之愛還是友情還是什麼的 因為感覺就是你上廁所你來偷看 然後給他一杯水 因為其實可能在肢體上面 我們看到其實非常的清楚 可是內容傳達的我們沒有辦法感受到 還好沒有掉到20分以下 對,也不用到那個綠椅子那邊 對,但還是要加油 還要加油,安如來 好,謝謝老師,辛苦了 謝謝 謝謝 好的,接著下來我們的下一組 下一組是凱蒂 好可愛哦,凱蒂 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上次那個... 有一個儀佩姐姐來的時候 你說儀佩姐姐比莎莎姐姐漂亮對不對 對啊 你沒說對不對 那你現在告訴我 儀佩姐姐比較漂亮 還是莎莎姐姐姐比較漂亮 一樣漂亮 如果世界上 你只要說了一樣漂亮就會爆炸 不准說這句的話,你會說什麼 凱蒂好棒哦,凱蒂 好棒哦,凱蒂 你太聰明了凱蒂 就現在對付叔叔 我輸了哦 怎麼辦 我輸了哦 算了啦,沒關係啦 這麼小就這麼滑溜 哪有滑溜,聰明 跟我一樣 跟你差很多好不好 他很清新耶,拜託 你今天是跟怎麼樣的達人合作 你要不要介紹,形容一下他們 他們的舞蹈很厲害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對不對 對 你真的發現自己還要再更進步對不對 嗯 他們很強 很強,真的很強 他好像真的很強耶 你看他那個臉是 真的很強 他傻眼那種 他嚇到了 真的 小小年紀很棒 是 這樣才會更進步好不好 來,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凱蒂今天的表現 小朋友絕對不會說謊 讓凱蒂連說兩次他們真的很強 那就是真的是搶手了 他們不僅是世界街舞比賽冠軍 各個團員更是身懷絕境了 今天他們將一同挑戰 有著韓國Michael Jason稱號的張又鶴 這一首Time is over 首次嘗試機械舞風的凱蒂來說 他能不能與世界冠軍完美演出呢 連凱蒂都必必抓 不是我嗎 不可疑 可疑 等等 警固 機械 工專門 家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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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